她是80年代最红的演员 堪比80后90后所熟知的吴彦祖谢霆锋 她口中的这个人就是周礼金 周礼金1954年生于北京市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与张铁林、张峰义、沈丹平等是同学 后留校任教 她最出彩的角色便是高山下的花环饰演战士赵萌生 当时是一部引起风动的电视剧 凭借这出色的演出获得第二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最佳男演员奖 从此一套成名 巅峰时代的周礼金接拍了不少动作片 如虎兄暴弟、冥王新行动、血迹黄沙阵、土王出山等 堪称八十年带领世界第一小生 可是后来的一件事突然使她演绎事业中断 1994年 周礼金正在拍摄《死亡》预谋时 她的妻子傅春英在家中遭遇富法分子抢劫 被无情杀害 凶手就是给他们装修房子的工人 其中一人还是隔地邻居家的远房亲戚 是邻居家介绍过来给他们装修的 杀人目的就是抢夺钱财 更让人震惊的是邻居家的小孩也被残忍杀害 傅春英本是一名与杨丽萍齐名的舞蹈家 主要成名作有歌舞剧思路花语 更是文明中外 但二人在结婚后 妻子便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成为江婷主妇 照料父母和女儿 妻子的预派成了周礼金一生最后 这也让她一度活在悔恨中 后来周礼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张威 张威是个军人 很崇拜周礼金 婚后两个人感情十分的稳定 对周礼金的女儿也是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疼爱 如今周礼金并没有完全不止演戏 只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教书方面 看作陈宝国主演的电视剧版茶馆的 应该都对周礼金扮演的长四爷有印象